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美是人的天性 要保养好皮肤防止衰老 女士愿意花大量的金钱在面上 每个人都会害怕老 当然是想保持着 所以反应品这么吸引我们 任何一个比较年轻的女士 都会害怕老 我想就纹 黑斑 害怕皮肤老 还有会有纹 毛孔粗 还有不肥 我今天来认错 我化了一年 还化了三天之后 我觉得我今天的皮肤也很差 但我坚持要你 哇 真的很差 你看到是什么衣服 是否里面敏感 是因为你怎么会敏感 美容作家Winnie今年42岁 自认贪美 怕老 并且大方承认曾经整容 我接触这个美容就是一零年开始 那自己比较疯狂的是一二年 真的会去做一些不同的手术 曾经会做过 尿线双眼皮 然后就 鼻子去过韩国做 我自己本身是写美容的 我有一些 专栏或者Vlog是写美容的 那你会很想自己去试 那你越是写这些 就会很意识到 哇 脑真的好像不是那么好 或者原来科技可以帮到手 那去做吧 原来可以差这么远的 他现在每两个星期 都会来到美容院 做激光尿情保养 不怕脑就不会搞那么多 就不会那么神心 每两个星期又来做Laser 在很安全 如果自己做足功课的情况下 原来可以将一个青春的过程 是拖慢一点 延缓它的 我绝对接受到 亦都很支持这件事 皮肤老化是必经的阶段 每个人都会老的 但问题就是 我们现在有一些 比较新的医学治疗的程序 可以帮助到 你可以在你这个年龄 是可以达到最高的皮肤状态 这个才是最重点 不是说你现在50岁 我要变回你20岁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皮肤有三层 分为表皮层 新皮层 和脂肪层 随着年龄的增长 每层皮肤都会慢慢露化 基本上我们就分别 表皮层 当新陳代謝慢了 死皮就会积聚在 所以皮肤可能会暗牙 粗糙 痘痘痘痘痘 在表皮层最底 就有一些色素细胞 如果色素细胞受到刺激 受到脂外光刺激 就会积聚一些色素 形成色斑 好了 去到中间的真皮层 真皮层最多皮肤的物质 就是骨胶圆 当真皮层骨胶圆流失的话 皮肤就没有弹性 和所需能力都低了 皮肤好像变得很暗牙 干燥 最底最底就是皮下脂肪层 年轻时脂肪层就很饱满 我们也讨厌的就是baby fat 那些年纪大了 脂肪层的脂肪就会流失 而形成皮肤就会失去立体感 不用说了 猜猜猜猜猜猜猜 你没可能不会有少少柔的纹 没可能不用斑 尤其是现在我们说的 健康一个生活 今年65歲的皮膚科醫生史泰祖 外貌比實際年輕 他說想延遲衰老 皮膚就要做運動 我們做很多美容治療方案 我們醫學上都叫做 希望可以用一些能量 例如它是激光 或者是超音波 或者甚至乎是用一些電 現在很流行的 其實是用一些能量去刺激皮膚 令皮膚在血液循環、紅潤 以及刺激裡面我們叫做緩醒的膠原質 叫醒我們膠原質的細胞 令皮膚更加增生我們的真皮層 如果你每天按摩一下臉 拍一下臉 掃一下臉 我覺得對於增加血液循環 增加皮膚本身的細胞活躍 都一樣會有些幫助 要按摩一下臉 然後按摩一下臉 這樣按摩一下臉 運動一下 拉一下 來 頸 按摩 眼紋 都可以掃一下 防曬要均勻 那塊臉 不怕拉 向後拉 眼、額頭、臉 兩邊 從中醫的角度來看 也都認同可以靠刺激臉部 來養顏和延連激受 但就要按正月位 平時我們如果想美容的話 不妨可以按一按 竹陽明衛經 因為衛經是多氣多血之經 它是位於臉部 亦是位於新的地方 臉部的穴位是地瘡穴 地瘡穴在自己的嘴唇畫一條線 和眼珠畫一條線 交界位如果有酒粒 這個地方可以按一按 另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平時燒起上來 這個位置是俠居穴 這個位置可以令到我們 沒有那麼容易有面部下垂等等 這些問題 大家不妨平時用中指和無名指的指幅 按壓一下穴位 大概是十秒至十五秒左右 肚臍對下三寸位這個位置 而關懸穴其實都可以令到我們延年益瘦 同時也可以保養我們的氣血 楊明霞專門研究中醫養生 她說古籍記載 踏入四十歲就會開始衰老 都是人家精神壓力 會加速老化的過程 我們有說一句說話 年過四十陰氣字半 即是說到四十歲之後 氣和血都會比較弱一些 無論男和女 所以這段時間 我們是比較容易 個人容易脫髮 白頭髮 有皺紋 甚至有黑眼圈 面部下垂 身體的機能也因為這樣而衰退 花很多時間在工作上 真正自己精神上 心靈上 不是太過照顧自己 很容易會不開心 焦慮 煩躁等等 你的情緒都會令到 人容易有黃學班 肝班等等這些問題 所以盡量保持心境平靜 平和 不要那麼容易生氣 都很重要的 皮膚的話 我們又說 有諸內移營於外 皮膚的狀況 其實是體質內部的一個反應 首先要令到我們身體 五臟六腑的機能改善 人最重要三樣東西 食得 睡得 大便 通腸 這三樣東西如果是OK的話 基本上皮膚不會差到哪裡 是健身的 Winnie在半年前開始健身 最瘋狂的時候 每天都會找教練粗肌肉 看見每個人做完健康的樣子 實在是太年輕了 所以我一半為了嶺 但都是健康的走線 兩條線一定要一起走 缺一不可 現在我就知道缺一不可 只去做機就是敷面膜 外在而已 但你裡面不行 你敷幾個面膜都沒用 簡直是浪費錢 雖然很努力保持外貌和身體機能 但歲月始終會留下痕跡 她亦都學會要接受衰老的現實 只有好朋友才對我這麼誠實 她說你的電話有沒有拉得遠一點 你老花 她就在笑我 會抗她的 是會抗她就是老了 但接受那一刻 不是接受自己有沒有問題 是接受了就是 這些才是 原來有這些才代表我活過 有這些才代表我有月歷 有經驗 不是所有的靚 就是一定要白 畫 和沒有斑 沒有紋 這個也不一定是 用這個靚做定義 其實是對於工作來說 第一誤導 有時候會令到很多人 多了很不必要的擔憂 人一定是會衰老的 只不過是衰老得 優美地衰老可以 就是 age gracefully 就是優美地衰老 其實我相信不同年齡 都有不同年齡的魅力 不一定是十八二二才一枝花 好的 集團 集團